在我比较小的时候就是有出去工作呀可以这样讲 第一次开始拍就是完整的连续剧是四年级好像 甚至还更早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拍 那个时候家人推荐曲我也愿意拍也喜欢 然后呢到后面是从初二的时候去海选 然后开始成为一个男团艺人 就是在学校待的时间就非常有限 高考前复习最多的时间都是靠上网课 然后和考前两周学出来的 最大的感受就是到处都在跑没有那么多时间待在学校 而且我高二高三就基本没有在学校上课了 都是在外面自己找地方上课不习这样子 没在学校跟同学相处的时间那么长 就我现在关系最好的同学是初中同学 因为初中同学认识得最久 高中同学真的就是加了微信吧 极个别 我那个宿舍都加了极个 我觉得这个因为五五开吧就是都有 遗憾也有收获也有 而且我觉得收获非常多 遗憾也不少是吧收获了职业工作经验 是不是 其实比较小就已经有往这个方向就是做的异象了 就相当于收获了别人这么多年 没法体会到的一些生活 不一定是好的 但是也是一种生活体验吧 你有没有礼貌啊 我是你爸 你有什么资格当我爸 当然有 大概初一的时候是我的叛逆期 就非常的叛逆 跟家人老是对着干 但是不是有多烦啊 但是就是 比较叛逆吧 我也不知道脑回头 我现在觉得特别傻 但是就是 晚上就放学了 跟我马上 我不想回家 然后就在楼下站着 坐着 等一两个小时才回去 就是对 就是不想回去 没有原因 就是 发微信吧 还是打电话 就骂我不想回去 当时 头发比较长 但没有很长 就比现在长一点点 然后呢 学校老师建议剪掉 不想剪 十几岁的时候啊 没有什么想改变的 改变的就是 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啊 改变了 过去人生中 任意一点点小小的 哪怕再细微的一个东西 可能都会导致 以后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不要改变吧 比如说现在有多好 但是我觉得 嗯 现在也还还可以了 我对现在没有不满意啊 没有说啊 太讨厌现在 我完全不想是现在这个样子 哪怕任 任何一个 只要不是现在我这样的 都可以没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 那既然以前都已经发生这么多 那就 不要动它了 因为你不知道动会发生什么 没有成名 至今我觉得没有成名过 对 哎怎么叫成名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 总有人不认识你 总有人认识你 但我是觉得没有成 我是没有成名过 评价 当然会有啊 多少都会被评价影响啊 恶意负面评价特别多啊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 最近已经想开了 我觉得就是 好像他们也不会支持你什么 他们真的会来支持你的演唱会吗 真的会来买我们的专辑吗 真的会来就是听我们的歌 看我们的作品吗 如果他不会这样做的话 好像他怎么想也是他的自由 我也当然管不了他 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 因为我对他的说肯定不重要 对吧 他对我来说也是不重要的 他 他骂他的 我 我不听我的嘛 EVJ又要开始一段学习生涯了吧 对我来说 我觉得 一直在学习 从出生 是吧 开始 学说话 对吧 上小学学什么 加减乘除 初中 数学 高中数学 喜欢都是数学 就是都在学习吧 包括你可能 年纪大了 现在爷爷奶奶 学习如何使用微信 对吧 都在学习就感觉 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学习 我一直感觉最大的不同 成为了一个北京人 对 现在是一个北京人了 即将成为北京人了 换了一个地方 开始 开始新的学习生活 很不一样 进入工作来说 跟上学 就是真的是好像 闷头奔着一个目标 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你像 最简单的到底 千三事件 已经成年了 就是又要工作又要学习 这就是 不能只做一件事情 同时 还有团队的事情 也是很重要的 音乐 对吧 创作 就是非常非常多 我多你我深夜的狂欢 期待成为的人啊 我到底没有什么期待 因为我期待就有点太大了 就是作为好人 期待成为一个好人 这个世界上坏人太多了 成为一个好人 好人其实不那么容易 因为你在无意间 可能就是伤害到其他人 都不知道 对吧 这个东西 就是唯一的期待 如果如何成为自己期待的人 这个东西尽量吧 我觉得就是做好 手边眼前的事情 先从一步步做起 能努力成为一个 优秀上进的人吧 这个虽然很大很空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蛮想成为的一个样子 其实第一件事 回去收拾东西 就去机场了 挺惨的 大家都是开心心 要干什么 晚上去玩啊 去可能去吃顿饭啊 什么 好像结束是下午嘛 有的人去可能去挑新的 新的鞋 新的衣服 新的车 新的手机电脑 有的没人 我就赶飞机 好像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结束 天文情感兴趣 极大情感兴趣 太极挺感兴趣 不是说听上什么养声社 什么炮脚啥的 可好玩 然后 反正想得到的想不到的 奇奇怪怪的 正正常常普普通通 我只要有兴趣的都很喜欢 就是看吧 最终抉择 纠结一下 去哪一个 考驾照组业队 练机本工 梦想 梦想 自己开着自己车兜风 但我觉得这个在北京城内 很难实现 对吧 大家都堵 可堵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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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